接下来呢我们用序列这样子的观点来重新演绎一下整个基因表现的中心法则 由序列的观点 首先最上面这是DNA DNA是双骨 对吧 好那我们要把DNA打开来进行转入 DNA有双骨啊 上面这一骨叫小A骨 下面这骨叫小B骨 假设小A骨叫做模板骨 我以模板骨作为模板 好这叫模板骨 我以模板骨作为模板 就可以配对互补出我的NRNA 所以模板的意思我们之前提过了 就是跟你新产生的核干酸要互补 你们看是不是 我是A互补成U 不是T吗 这是RNA哦 RNA是含U不含T的哦 所以RNADNA的序列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只是RNA你不能用T 而用U来取代T 好当DNA的模板是A我就配U 你是C我就配G 你是C我就配G 你是A我就配U 你是A我就配U 你是C我就配G 一路配下来 你就会看到 我以模板骨为模板 就可以互补出NRNA 而NRNA是跟模板骨互补的 只有一个微微的差别 是A配U C配G 它是有U没有T的 好插掉 好所以这一股小A股叫模板骨 以模板骨为模板 可互补出互补聚合出NRNA 好那这小A股啊 那小B股叫什么呢 小B股这个股哦 它的名字叫做编码骨 先让我写出来 编码骨 为什么 它叫编码骨 那这个编码骨的名字也很特殊 只有在转入的时候 其中有一股 DNA片段 DNA的单股 叫做编码骨 因为在复制的时候 两股都是模板骨 这两股模板骨 就是所谓的旧骨 而聚合出新骨 半保留复制 所以编码骨这三个字 只有在转入的时候会出现 好那干嘛叫编码骨呢 你们看这个逻辑 模板骨跟编码骨 一定是互补的 因为它们是双骨螺旋DNA A配T C配G 你看哦 编码骨是T哦 因为这是DNA 好 A配T C配G 就一直配下来 所以这个双箭头 代表互补 模板骨和编码骨 互补 也就是小A股跟小B股 互补 对吧 可是我们刚刚说 以小A股为模板骨 模板跟MRA也是互补 大家看到这个没有 所以 模板骨跟编码骨互补 模板骨跟MRA互补 那结果就是 编码骨会跟我的MRA 序列是一样的 对不对 A跟B互补 MRA跟小A互补 所以MRA跟小B一样 真的一样吗 我是TGG 我就是UGG 只是把T改成U而已 真的一样耶 后面是TTT 我改成UU 你是GGC 我就GGC 你是TCA 我就UCA 序列是一样的 只是把T改成U而已 因为它是RNA 所以为什么它叫编码骨 因为我的MRA 就是要编码骨的编码 好 所以我现在讲一句蛮复杂的话 我的MRA 我的MRA的序列 它的编码 希望就跟编码骨一样 那怎么达到这样的目的呢 我知道 模板骨跟编码骨互补 我只要跟模板骨互补 我就会跟编码骨一样 漏口令 灌口 好 所以编码骨为何要编码骨 因为它是我最后需要的编码 我的MRA的序列 就是编码骨的序列 但是我不能直接从编码骨身上得到 我必须跟它互补的模板骨 再跟模板骨互补 我就跟编码骨一样了 好 所以在RNA转入的时候 双骨DNA 一骨叫模板骨 一骨叫编码骨 好 现在我产生MRA了 MRA呢 就跑到细胞质 去找核糖体 所以上面就是细胞核 好 那这个过程当然透过RNA聚合酶 来做聚合出新的RNA 也就是转入的过程 好 接下呢 我的这个RNA跑到细胞质 去找核糖体 核糖体呢 就会做转易 好 这个叫翻译 为什么叫翻译呀 因为前面两个 都是核肝酸的序列 不论是去氧核肝酸 还是不去氧核肝酸 怎么说都是核酸类的啊 所以就是核酸类跟核酸类之间 序列的转变而已 但是从核肝酸的序列 要变成氨基酸的序列 就完全不同了 举这个例子来讲 例如说UGG 这三个核肝酸 可以对应一号氨基酸 所以我这边放一号氨基酸 那UUU这个三个核肝酸 对应二号氨基酸 好 一跟二靠很近 中间形成钛建 形成双钛这个分子 叫钛建 好 那接下来的这个 那个NRNA叫 GGC 对应三号氨基酸 那UCA对到四号氨基酸 这边就形成间接 好 目前形成四钛了 好 接下来如果后面 又出现一个密码 出现一个RNA系列 假设是UUU 假设 请问你们知道 这边要连两个氨基酸吗 是不是二号 因为UUU对应二号 UUU就要对应二号 所以看到没 NRNA上面的核肝酸序列 决定了多态链上氨基酸的序列 这个过程是把核肝酸序列 翻译成氨基酸序列 所以这个过程叫转译 转译的英文就是translation 就是翻译 只是我们把它翻译成转译来配合转入有个转字 好 那这边就形成多态啦 就叫做多态链 这个多态链在修饰后 就会形成成熟的蛋白质 好 现在这个图 我们就用序列的角度 来解释转入跟转译跟修饰 好 现在我现在由 下面往上讲 怎么说呢 一个蛋白质要有功能 是由它的三度空间结构来决定的 而一个蛋白质的三度空间结构 是由它的氨基酸序列决定的 特定的氨基酸序列 会经由折叠切割加策略 形成特定的结构 所以蛋白质的功能 由它三度空间结构 三度空间结构决定 它的三度空间结构 是由它的氨基酸序列决定 氨基酸的序列 是由NRNA的核甘酸序列决定 NRNA的核甘酸序列 是由DNA的编码骨序列决定 好 到头了 现在我们反过来说 DNA上面的编码骨序列 决定了NRNA的序列 NRNA的序列 决定了多胎类的序列 多胎类的序列 决定了蛋白质的三度空间结构 蛋白质的三度空间结构 决定了蛋白质的功能 从头到尾讲完了 现在只留头尾 因此DNA的序列 决定了蛋白质的功能 这就是 Gene make protein protein to everything 你先做出一个功能的蛋白吧 它去做所有的事情 这就是基因表现的原理 中心法则 好 请问各位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用序列的角度来看 转入转移 然后修饰成 有特定三度空间结构的蛋白质 来执行特定的功能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